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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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佑文 早晨 梁海寧 今天都幾好陽光 不過就會乾燥一點 雨傘是大至天晴 一間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29度 吹和換北至東北風 風勢間中會清淨 只望未來幾天天晴乾燥 日夜溫差較大 下個星期初天氣會少涼 看看今早早的重點新聞 入馬地一個池都男人 涉嫌毀壞多輛車 被捕送院之後死亡 美國馬里蘭州一個男人 闖入店舖開窗 穿13個人 現在仍然在逃 俄羅斯克里姆林杯女子網球賽 頭2號總子球手都在次圈出局 詳細新聞內容 一個池都男人在油馬地毀壞多輛車 被制服送院之後證實死亡 警方會嚴絲和作藥理化驗 確定死因 涉事車輛包括一輛旅遊巴 和一輛巴士 車窗留下懷疑損位痕跡 警方說昨晚大約8點多 一個34歲的男人 在油馬地加市居道 近尼敦道一帶 手持一把菜刀敲打車輛 一個男人 其後在尼敦道平安大樓 一間辦館搗亂 被制服之後暈倒 男人需要送院 其後證實死亡 警方說會嚴絲和再約李薩鹽 追查他的死因 辦館的負責人 和途經的途人 和一名的邱班探員 有件及次在辦館裏面 將該名男子制服 及後將該名男子交給 來增援的警務人員 該名男子在掙扎期間 被制服在辦館裏面 及後發現他不是這麼清醒 然後送他去港華醫院 至於該名男子的死因 是有待那個 檢視的報告 是約李薩鹽 再進一步去檢查的 警方將案列載刑事毀壞 及管有攻擊性武器處理 呼籲目擊者提供資料 無線電視記者 盧魯斯報道 美國馬里蘭州發生槍擊案 一個槍手廠入商鋪槍擊同事 造成三死兩傷 逃走期間再涉及另一宗槍擊 警方正追捕他 槍擊發生後 警員封鎖附近一大調查 事發在北部城市哀奇不得 當地星期三早大約九點 槍手廠入商業園區 一間賣石材的店舖 用手槍向店裏面的五個人開火 造成三死兩傷 傷者頭部中槍 目前情況危腿 原警發現人確認槍手 是37歲男人普林斯 在事發店舖任職機器操作員四個月 死傷者都是他的同事 據了解 他年初在另一間公司任職的時候 因為襲擊同事被解僱 仍然在逃的普林斯 其後在特拉華州再開槍 擊傷最少一個人 警方形容他是極度危險人物 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關海外陣亡美軍的言論 在野爭業 有死者家屬說特朗普出言不信 不尊重他們 曾經聲稱有證據的特朗普 沒有正面回應 怎樣證明自己沒有講過信軍言論 美國陸軍中士約翰遜的零救 星期二運回去美國 遺相邁沙 撥在零救上痛哭 25歲的約翰遜所屬小隊 月初在非洲離日爾邊境附近 被幾十名和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有聯繫的武裝分子襲擊 約翰遜和另外三名美國士兵陣亡 殺他自稱的邁沙 直到星期二才收到 總統特朗普來電慰問 當時兩人談話的內容是甚麼呢 民主黨眾議員威爾遜就聲稱 當時和邁沙在車內聽得很清楚 特朗普說過甚麼 他曾經說他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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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也知道他應該知道 他曾經說他對決定 但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為了哭的女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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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的意思就是 約翰遜應該知道服務會有風險 甚至可能會亡命 特朗普最初在社交網站貼文 誤點名地評擊有民主黨女議員作假 還宣稱可以證明自己沒有說過這番話 不過到了星期三有新進展 約翰遜的媽媽接受美聯社訪問 強調特朗普說過不尊重死者 甚至他們家人的說話 說自己當時都在車內聽到整段對話 再次被質疑不尊重陣亡美軍的特朗普 就被記者追問怎樣證明自己沒有說謊 很棒的談話 跟妻子 跟妻子 好像很美麗的女人 並沒有說話 很多人都不太驚訝 讓她再做她說話 然後你會知道 讓她再做她說話 然後你會知道 捲入陣亡美軍言論風波的特朗普 日前曾經說過 白宮幕僚長海利的兒子 2010年在阿富汗犧牲 但當時總統奧巴馬沒有致電威民家屬 之後有奧巴馬政府前高級官員 就駁斥特朗普的言論和事實不符 說奧巴馬不時會見美軍為宿 而海利夫婦曾經在2011年出席奧巴馬為陣亡美軍家屬而設的早餐會 無先知識記者朱少林報道 早晨各位 歐聯分組賽 曼聯與車路士有不同的遭遇 曼聯在A組作賀斌飛加靠拉舒福特下半場的入球 小勝1比0三戰全勝 C組的車路士在主場迎戰羅馬一度領先兩球之下 最終只能夠以3比3的和對手 B組方面 巴黎聖克爾門4比0大勝安德烈志 而換了由希力基斯執教的拜仁穆尼克3比0擊敗歇路迪 巴塞羅娜在B組主場贏奧林比亞高斯3比1 俄羅斯克里姆林杯女子網球賽 頭2號種子的球手都在次圈出局 紅心的馬拉丹諾域是賽事的頭號種子 法國球手近方就很差了 早前在中國和日本賽都是十圈出局 今場對著非種子球手 白俄羅斯的薩諾域 馬拉丹諾域還未能擺脫到隨勢 雙方各贏一盤6比2之後 要打第三盤決勝負 所以要吃這個心理讓人自己點 好 衣服原來這樣嗎 沒問題 我幫你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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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believe that our players should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Today NFL Commissioner Roger Goodell explained Why the league is encouraging but not demanding It's players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What we try to do is deal with the underlying issue And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they're protesting And try to address that matter Goodell said he has not talked about the players' efforts To bring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with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kept the controversy in the spotlight With tweets and comments Late today the president tweeted again Too much talk, not enough action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We're not looking to get into politics What we're looking to do is continue to get people focused on football Goodell says the league's goal is to get the number of players protesting to zero But beyond continued conversations He did not offer specifics on how it hopes to get there I don't think the NFL is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some kind of mandate The president is tweeting something or say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issue You know, every few days And that ensures that it will become a very, very emotional issue The next game, the next protest perhaps, tomorrow night Ron Mott, NBC News, New York Tonight we are hearing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hero security guard The first person to encounter the gunman inside the Mandalay Bay Hotel in Las Vegas 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a shooter on the loose Even after he was shot and wounded It is far the only one Not clear Hmm Mi Mi Cr Can Family Re 我一直都遇到 有 fields 開通的風瀑化 一陣子的火龍 出發了 我開始掌控了 我感覺了 晝鎮狗 知道的事事情 在那時 污染 他擺脹 把腳掌控 他叫我一秒钟,如果他不说话,我会被刺激 在一刻,一位女主室出了一样的屋 我告诉她去回家,她并不是说 嗯哼 似乎说, Paddock被拒绝了一屋的镜业 一秒钟后,他被拒绝了一屋的镜业 几乎了一屋的镜业 几乎了一屋的镜业 一屋的镜业叫几乎的镜业 你被撞到的镜业 给了很多人的镜业 announcing a sponsor as donating $25,000 to the victim's fund in his name. Joe Fryer, NBC News, Los Angeles. In Houston today, hundreds of residents lined up to receive disaster relief more than seven weeks after Hurricane Harvey hit. Harvey and other recent storms caused tens of billions in damage, including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flooded vehicles. Now experts warn some of those cars may be for sale in your state, and the damage may never be disclosed to you. But NBC News national investigative correspondent Jeff Rawson tells you how to keep from getting scammed in tonight's Rawson Reports. Tonight, the numbers are still rising from Hurricane Harvey to Hurricane Irma. More than 637,000 cars flooded and damaged. And some of those cars ended up here in this flooded car graveyard, Just how many?Let's show you.We have our NBC drone up. We're going to bring you up and give you some perspective. Believe it or not, this is just a fraction of the flooded out cars from Hurricane Harvey and Hurricane Irma. These are only the people that turn their cars into their insurance companies. But around here, over 60% of the people don't have any car insurance. And experts say they could try to resell these flooded cars on the open market across the country without ever telling you there's a problem. It's obvious from all the dirt and debris, this car has been in a major flood, but somebody could come along and for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clean it up, sell it to some unsuspecting buyer, and everything's great until they're driving it down the road in a few weeks, and then the electronics go out, and boom, you got a bomb on your hands. Roger Morris is with the National Insurance Crime Bureau. That's how high the flood water came up on this vehicle. That's the waterline. It got the engine, and it also got the anti-lock brakes. So how can you tell? Because chances are, a seller would clean that up. How can you tell? What should I look for if I'm buying a used car? Well, I'll be able to look out for things like compensation. Here, see, this car's had water in there. Yeah. He says there are other clues, too, that a car was underwater, like rust or corrosion on the engine, brand-new upholstery in a used car, or sand and dirt in unusual places, like... Here's another big tip. So if you're looking to buy a used car, take the VIN number from that car, run it through our database, VINCheck, at www.nicb.org. It's free, and if that car's been flooded and was insured, it'll show up in there. But if it wasn't insured... Buyer beware. Because for every car in this graveyard, experts say there are thousands more dangerous in the market. Jeff Rawson, NBC News, Baytown, Texas. There's a lot of cars and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night. It was another record day on Wall Street. The Dow closing up a hundred sixty points and closing over twenty-three thousand for the first time, finishing the day at twenty-three thousand one fifty-seven. Still ahead, Silent Epidemic, a virus... I'm not afraid of. I don't understand or...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 economy is. I do not know how the economy is. I don't know,acionalidad or economy is in the same place. It should be a good plac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economy is. I keep working with you. Therly though. In a voice of the economy to make it easy. I don't know why this chapter looks like.. It's what it's been on, 下车 风吹 后翼 与恨温温温温温 唯有天地能前方 唯有生命发光 等若月闹事开港 爱才旧成质港 谁也惹离我迷惘 人间亦人缘 几去已答案 只须看见有我在谈 为你一句话 文女 我想转这个电话服务 你选择电话服务的时候 有几点要留意 不要左以入右以出 你选择服务一定要自己应用 不明白收费和服务条款 要问清楚 不要为了收费优惠 或者礼品轻易签约 电信服务选择多 得妨快点时间比较 总之 要清楚合约内容才能签约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住 一人家庭近年在南韩越来越盛行 据统计 这些单身的一人家庭数量 25年来增长4倍 到去年就多达539万户 占总家庭数量近2成8 换言之 每4户就有一户是独居 有店铺于是瞄准商机 特设单身家电区 银行亦都度身订造单人保险基金 有学者称之为一人经济 因为没有家庭负担 不少单身一族更舍得花钱对自己好些 预计到2030年 一人家庭消费额超过130亿港元 占全国总额五分之一 不过不结婚 不生仔 直接衍生的问题是人口老化 长远而言并非好事 环球新闻档案是由市中心品味自责 成 点 得 弱 唉 书档 我们现在整个垃圾框 明明的意思是激将法队是有用的 只不过是用一个更加熟识去死亡几人 大产野生纽西冷鲍鱼特弱 外回家书 开心祝弟 今晚八点赴美之外 各位早晨 两个股市做好 三项主要指数都创收市新高 盗瓷斯贵平均指数 收市第一次升穿23000点 报23157点 升160点 标准普亿500指数升1点 报2561点 国际商业机器上季业绩好过预期 并且暗时收入会恢复增长 公司股价大幅上扬 引发科技股受盖 公元股跟随国负债券只涉率攀升 增加大市的上升动力 道指年升第四个加月日 开始升穿23000点 比段最多升175点 创23172点 纪录新高 收市升幅收窄到0.7% 但仍然是五个星期以来最大 标准500指数 也是年升第四个加月日 创2564点纪录新高 国际商业机器股价升近8.9% 是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对道指提供大约90点升幅 高成股价升2.5% 美国银行升近1.1% 药厂瓦培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升近1.3% 科技股方面 晶片厂商应特異 升近1.2% 南市的核指数 扭转上日跌势 创6635点 纪录新高 收市升0.5点 报6624点 无线电视机者 杨嘉辉报道 在美国买卖港股价 月托证券 和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各别发展 汇丰控股收市 摘摘77.2.9% 比本港收市升2.9% 中国移动7904先 跌1.1% 中国石油股份5.07先 升2先 中国海洋石油10.1.4 跌2先 中国石油化工5.8.2 升4先 腾讯控股356.7.2 升2.1.2 中国人受益14.8.2 升2先 长河102.53 升4.3先 港交所233.57 升7.7先 联想集团4.49 跌1先 电子商务企业Ebay 上季盈利符合预期 但本季可能会低过预测 股价在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 下跌5% Ebay第三季盈利52300万美元 按年升近2.7 汇股盈利48先 河聚特殊项目同样有48先 符合市场预期 营业收入增加8.7%至241千万美元 较预期多4千万美元 以备预测 本季营业收入有25.8千万至26.2千万美元 河聚特殊项目 汇股盈利57至59未先 市场预期有60未先 信用卡公司 美国运通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并且调高今年盈利预测 公司股价在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 曾经升1% 美国运通上季盈利13.6千万美元 按年增长1.9% 每股盈利1.5美元 交市场预期多2美先 营业收入增加近9%至84.4千万美元 较预期多1.5千万美元 今年每股盈利预测 从5.6至5.8美元 调高到5.8至5.9美元 另外,美国运通公司部 现年66岁的行政总裁前纳特 将在明年2月1日离任 由副主席施斐尼接提 原油价格连升第四个交易日 至三星期以来最高 伊拉克和库尔德自治区紧张局势 以及美国和伊朗关系转差 都可能影响原油出口 油价受支持 但美国汽油和蒸馏油全量上升 已是能源需求减少 拖慢油价升势 纽约旗油以每桶52.04美元收市 是上月27日以来最高 升16美先 倫敦旗油收市部58.15美元 是上月26日以来最高 升27美先 美国原油全量上星期继续下跌 受风暴导致墨西哥湾产油减少所影响 美国能源部公布 原油全上星期减少573万1千桶 是连续第四个星期减少 减幅大过市场预期 汽油全量增加90万8千桶 增幅大过预期 蒸馏油全量出乎意料增加52万8千桶 人民币公交条卖出提布272.9人民币 铃铛黄金卖出提布1280.6美元 奇特小星 曼星节就来到了 亦都是一些国家种南瓜的农夫 全年聚忙 除了买南瓜 英国有农夫开签南瓜园 给人游览 一起去看看 期间 南瓜 的 日 的 按照 。 然后我们就召开了它 几个年轮到中国 low 最美国人眼也会开始增长 我们的平台 我们有多大麦粉丝 猪我 的产品 我们有十七种种种ляется 我们最普及的产品 最有大麦的 большой 早餐 最贵的一款 最好的 您可以做的 中文字幕提供 衛星雲圖立,東北桂河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預測大指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是29度 吹和換架北至東北風,風勢減中清凝 只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下個星期初天氣少涼 預測今日上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介乎低至中水平 預測今日最高指外線指數8,強度屬於15高 記得看其他城市界天氣月測 廣州天晴,澳門天晴 廈門多雲,台北下雨 上海下雨 北京天晴,瀋陽多雲,首爾多雲 大阪下雨,東京下雨 胡志明市雷布,萬尼拉趙雨 墨日本雷布,悉尼天晴,布里斯班趙雨 武克蘭多雲 溫哥華下雨,三藩市多雲,洛杉基遊舞 紐約天晴,多倫多多雲 倫敦,巴黎,阿姆斯丹,法蘭克福和蘇黎世都是多雲 天氣先說到這裡 金粥花生油 帶出食物好味味 嗯,好香呀 石精魚腩,用金粥花生油 新鮮龍香 金粥花生油,龍香又健康 鮮魚腩,是很有用的,有機芝圓 但現在很少被分類,同修善用 內漿會,是很有用的,有機芝圓 內漿會,是很有用的,有機芝圓 如果用了洋洋麥麵,盡量去溶盡它 現在剛才有很多的事物,其實都還在喊我 不要因為我們失利的禮物很容易,就不珍惜它們 第一步,你不要浪費先 你喜歡吃東西嗎?很久的 快點你和我們一起削結香港的情緒吧 告訴你,強積金工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已經提升至7100元 雇員的每月收入,低的這個水平 不需要為強積金工款 自顧人士都一樣 雇主,就要繼續供雇主的部分 記得計合供款額 如果你的每月收入,在這個水平或以上 就不受影響 有疑問,就聯絡受託人,或積金工 做媽媽超開心啊 爸爸 但臭小子就搞到我頭都大了 幸好有僱員在培訓局陪月一站服務 他們的陪月員,都是臭小子專家 教知我很多臭寶寶的技巧 又幫我安排好,坐月餐單 我和老公的壓力少了,發夢都懂得笑 服務還免行政費 遲些用他們的應有照顧服務,perfect 咦,這個來 你們打仗有利 投資又息 賺錢為息 盛盛追益 是謹慎而行之真 想買投資產品,先要了解它的特性 考慮潛載回報,還要考慮潛載風險 因著虧了錢 就算聽到專業意見 你自己都有責任了解多些 投資前問清楚,想清楚 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不了解的產品,就不要投資了 流行性感冒是由飛沫傳播 預防流感要打開窗戶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勤洗手 打黑癡和咳嗽時,要用紙巾掩住口鼻 有呼吸度感染病徵,就要戴上口罩 病情持續或惡化,就要看醫生 為了保護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互互健康又開心 再快去旅行了,收拾好了嗎? 收拾好了 衣服收拾,盡量了這個玩具 開會文件收拾齊 你上網登記了外遊提示服務了嗎? 是的 登記外遊提示服務是免費的 旅行前提供聯絡電話和行程 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的外遊警示 遇到緊急情況,政府還會聯絡我們和幫我們 這個單位究竟多大和多錢呢? 現在,一收拾只會用實用面積 表達面積和尺價 開售七日前,會有資料詳盡的收拾說評書 三日前,有銷售安排和價單 全部資料和成交紀錄都可以在買方辦事處 還有網上找到貼,清楚了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已經生效 歡迎 各位早晨,早安,南韓營 早安,南韋文 今天晚一點也挺沒天 對,不過就會挺乾燥 月初初時多雲,日間大至天晴和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29度 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風勢間中清靜 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 日夜溫差較大 下個星期初,天氣少涼 由馬地一個持刀男人,涉嫌毀壞多車 被捕送院之後死亡 第立心呼籲深化美國和印度夥伴關係 又形容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是挑釁 詳細內容 美國馬里蘭州發生槍擊案 一個槍手闖入雙鋪,槍擊同事 造成三死能傷 逃走期間再涉及另一種槍擊 槍手被捕 槍擊發生之後,警員封鎖附近一大調查 自發在北部城市哀奇五燈 當地星期三早大約九點 槍手闖入商業園區一家民食材的店舖 用手槍向店內的五個人開火,造成三死能傷 傷者的頭部中槍,目前情況危態 遠景發言人確認槍手是三十七歲男人 普林斯 在事發的店舖任職機器操作員四個月 四傷者都是他的同事 據了解,他年初在另一間公司任職的時候 因為襲擊同事被解僱 普林斯其後在特拉華州再開槍,擊傷最少一個人 警方形容槍手是極度危險人物 拘捕他大半天之後,登地星期三晚將他屈服 在本港,一個慈禱男人在油麻地毀壞多輛車 被制服送院之後證實死亡 警方會驗屍及作藥理化驗,確定死因 設置車輛,包括一架旅遊巴和一架巴士 車窗留下懷疑損位行跡 警方說,昨晚大約八點多 一個三十四歲的男人 在油麻地家市居到近尼敦道一帶 手持一把菜刀敲打車輛 一個男人其後在尼敦道平安大樓一間辦館搗亂 被制服之後暈倒,男人需要送院,其後證實死亡 警方說會驗屍及作藥理化驗,追查他的死因 辦館的負責人,途經的途人和一名邱班譚員 有見及次在辦館裏面將該名男子制服 及後將這名男子交給來增援的警務人員 該名男子在掙扎期間被制服在辦館裏面 被控告後發現不是這麼清醒 然後送了他去訪問醫院 至於該名男子的死因 是有待那個驗屍的步驟 和若你發言,再進一步去檢查 警方將案列載刑事毀壞 及管有攻擊性武器處理 呼籲目擊者提供資料 無線電視記者,盧路斯報道 警方拘捕了一個男人 懷疑他涉及旺角一間酒店二百多萬的劫案 被捕的本地男人四十歲 凌晨兩點多,在九龍城被捕之後 由警員押到油麻地巡沙街 搜查他的私家車 警方說,星期三凌晨一點多 離敦道737號一間酒店房 有兩個經營找換店的內地住客餘劫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之後 查出有三個本地男人及十一個南亞裔人 闖入房間,劫走一個放有二百多萬的袋 及一部手提電話 警方相信,涉案男人假扮幫襯找換,乘機行劫 西班牙中央政府要求加泰自治區主席普爾格德蒙特 明確表示放棄加泰獨立的限期 在本港時間今天下午四點鐘戒滿 加泰政府立場未有軟化 普爾格德蒙特警告 一旦中央政府啟動收回加泰自治權的程序 就會宣佈加泰獨立 中央政府限令加泰政府放棄獨立的死線迫近 加泰自治區主席普爾格德蒙特 星期三在巴塞羅那出席所屬政黨 加泰羅尼亞歐洲民主黨的會議 向黨員表明無意退讓 更加說,中央政府一旦啟動程序 收回加泰自治權的話 自治區政府就會宣佈獨立 admissions States if the State has decided to put in on the bottom 除了1.155 就讓他們提起完全取決 防止 的改革在1.12月1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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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之名支持國家統一的民眾 在雨中走上巴塞羅那的街頭 有人手持同時印有西班牙國旗 和加泰紅黃間挑的旗次 把握最後機會,希望加泰自治區回心轉移,放棄宣佈獨立 西班牙面對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中央政府限令加泰政府最遲當地星期四早上10點 表態宣佈放棄獨立 否則中央政府準備行使憲法權力,直接管轄加泰自治區 並且可能舉行地方選舉,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自治區在當地未有先例 西班牙手信拉霍伊較早前在國會,就呼籲加泰自治區政府理性行動 將民眾利益放在首位 路透社報導就說,即使中央政府決定收回自治區 仍然要等國會批准預料最快下星期初才全面生效 對於外界估計,加泰自治區會不會先重新舉行選舉 確認普爾加德王特的支持度,再決定是否選無獨立 有加泰政府官員則表明,重新選舉不是選項 無線電視記者,朱少林佛道 美國國務卿第勒森出訪印度之前,呼籲深化兩國夥伴關係 主席的權益,管理大廈要積極,攜手參與齊特益 明星期二將會首次以國務卿的身份出訪南亞 預料會到訪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國 出訪前夕,帝勒森在華盛頓出席智庫活動 發表美國和印度雙邊關係策略演說 帝勒森說美國和印度作為世界兩大民主政體 在改造世界和平,維護自由貿易等議題上有著共同目標 雙方能夠發展成為堅實的合作夥伴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determined to dramatically deepen way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to further this partnership The US and India with our shared goals of peace security,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a free and open architecture must serve as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beacons of the Indo-Pacific 跟着步骤,站立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自然开心 香港有个新公园,山清水路,在屯门宁湾 它用先进科技,焚化污泥来发电,搞轻对填区的压力 它还是环保地标,结合教育,消闲,自然生态设施 它不单只是一个公园,它是T Park,圆区 能源转换社区,转费为能,香港换年一新 由2017年5月1号起 印度出F-16和F-18战机,以及转移航母技术等等 方式认为帝勒心在中共举行十九大支制拉拢印度 深化双边关系,是美方有意表明立场 向印度招手,抗衡中国容易增强在国际间的影响力 无CDC记者黄振阳报导 美国联储局报告显示,经济轻微至温和扩增 美元会价扭转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声势 稍后回来还会有交通消息 金粥花生油,带出食物好味味 嗯,好香啊 金粥花生油,食清水面,用金粥花生油 新鲜,浓香 金粥花生油,浓香又健康 金粥罐头,美眉菜谱 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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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甜,玉米羹 嗯,好野味啊 金粥罐头,金香可口 金粥花生油,选了新鲜 金粥花生油,浓香又健康 金粥花生油,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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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我来做的时候,还要做很多情况 好吗? 好好了,才能做得到 看起来,你理解一下 来,你理解一下 prospect生修 这种中药,清感冒的 讲理词,中乘药标签及说明书法例已经生效了 法例规定,香港销售的中乘药都要有适当的标签 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製造商 包装规格,用量,用法,适合药期和批次编号 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 那大家不用中乘药就更方便和有保障了 包装,包装,铁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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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草款保障委員會 要看世界級的幾岩怪石 哪是坐飛機啊 讓我帶你去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由地質公園最緊要注意安全 最好由經驗豐富的導遊帶你 大家也要小心執法和鬆脫的石塊 不要怕怕石柱或踩踏嚴重風化的岩石 好碼頭設施就不要上岸了 還有千萬不要拿走石塊或在岩石上鋪鴉 要保護地質公園的自然景觀 火警時如果屋外好突然就留在屋裡 如果徒生要帶三寶 手機用來求救 毛巾用來掩住口鼻減少刺激氣度 滿時必要時可以翻入屋站備 徒生時見到流體有流煙就要行李一條 如果所有流體都有煙就要翻入屋 我們就不要這樣 做好保護措施等待救援 記住火警徒生要帶徒生紗保 手機、毛巾、滿尺 這件衣服是100%雜屋 你好 你找到樓屋嗎 這就是樓屋 是的 是的 可以幫我幫忙嗎 可以幫我幫忙嗎 winter 姐姐 大雁屋 很久 味道 大雁屋 不用走, 穿緊一點 不用走, 做男人開冬一點 我不是搞搞真的, 快點問醫生 急急關注前線現黑 考資而現訪, 要我的妝求成 遊書? 知道了 師傅, 早前我開了個全拳委託戶口 是錢嗎? 師傅醒來 慢 葵聰道運貨物碼頭盧盧暢通 窩打路道橋面行車長順 公主道行車長順 農場道清水灣道有車龍 洪水九龍入口交通祭室 交通消息先看到你 由 迪興實業中山城景上風贊助播出 萬能李思琦, 演員之路, 命中註地 劇組, 沒有人會再找你做 外場維修, 你是業主要給那麼多 你不知呢, 因為你沒有出席法團會議 大廈公用部分, 業主是有責任一起管理的 當法團相以重要事項時 業主應親身出席和投票, 保障自己的權益 管理大廈要積極, 攜手參與齊德營 只要對方的主要的, 生活在未來 等待可以多滿足 能和人家分享, 生活在環境下 可以是個最好的方法 可以分享生命, 經過救人 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你一個人, 生活在環境下 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飲食業員 各位早晨 美國聯儲局發表地區經濟報告 顯示經濟活動輕微至溫和擴增 大通証壓力不大 部分官員表態支持12月再加成 聯儲局發表有薄皮書之稱的地區經濟報告 顯示12個地區聯儲銀行所在地區 9月至10月初的經濟活動繼續輕微至溫和擴張 就業市場持續緊張 部分行業難以招聘合適人手 包括建築、運輸、製造業技術工種 還有部分醫療保健服務等等 結果限制業務發展 也有越來越多雇主推出獎勵措施 留住現有員工 例如提供簽約獎金、加班費等等 運輸及建築業更加面臨家人工的壓力 而且受到近期多場封裝影響 不少地區製造業活動只是輕微至溫和擴張 投入成本增加 不過沒有很多反應在通漲 多數地區說企業整體家人工的壓力 仍然只是輕微至溫和 即使零售開支活慢上升 當中以汽車及旅遊業表現比較好 貸款需求而都穩定至溫和增長 但是消費物價上升的壓力不大 聯儲局今個月31日去到下個月1日議息時 會參考這份報告的數據 雖然外界普遍相信 這次會議決定加息的機會好未 不過部分局外官員表明支持12月再加息 議息時有決策權的紐約聯儲銀行行長杜德利說 美國經濟狀態良好 人力等資源緊張的壓力 逐漸會推高薪酬 令到通漲升溫 認為今年再加息一次 全聯合共加息三次的預測將會實現 另一位有決策權的達拉斯聯儲銀行行長卡普蘭 亦都相信會有這麼多證據顯示通漲回升 支持繼續漸進加息 不過提醒要警惕 10年期國際息率下跌 可能反映市場對長遠經濟前景不樂觀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謙報導 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商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據報可能會承諾不會在貨幣競爭性貶值 彭博引述消息說 負責談判的人員正是起草附屬協議 內容是三個國家作出侮辱促力的承諾 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 目的是令到美國可以向全世界發出信號 反對操縱匯率 希望各國走向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制度 但同時承認三個國家都採取浮動匯率 央行很少干預會市 避免限制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的靈活性 但這個承諾不會納入協定的主要內容 避免因爲有法律效力 需要三個國家各自立法影響實施的進度 兩日股市做好 三項主要指數都藏收市新高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第一次升春23,000點 下部23,157點升160點 標準討認500指數升1點 報2561點 國際商業機器上季業績好過預期 並且暗時收入會恢復增長 公司股價大幅上揚引發科技股受盡 金融股跟隨國負債券只息率攀升 增加大市的上升動力 道指連升第四個交易日 開始升春23,000點 比段最多升175點 創23,172點紀錄新高 收市升幅收窄到0.7% 但仍然是五個星期以來最大 標準500指數也是連升第四個交易日 創2564點紀錄新高 國際商業機器股價升近8.9% 是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對道指提供大約90點升幅 高成股價升2.5% 美國銀行升近1.1% 約廠瓦培業績好過預期 股價升近1.3% 貨企匯方面 晶片廠商應特異 升近1.2% 南斯特克指數扭轉上日跌勢 創6635點紀錄新高 收市升0.5點 報6624點 無線電視記者尤嘉輝報導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月托證券 和本港收市比較做價格別發展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7.2號9 比本港收市升2.9 中移動79.04先跌1.1 中國石油股份5.07先升2.1 中國海洋石油10.14跌2 中國石油化工5.82升4 騰述控股356.72元升2.1 中人壽24.82元升2.1 長和102.53元升4.3元 港交所233.57元升7.7元 聯想集團4.49元跌1 美國旅業上季每股盈利少於市場預期 而營業收入就比預期多 公司股價在美股收市後場外交易時段下跌 美國旅業第三季盈利1億1300萬美元 比前一季多近五成一 扣除特殊項目 每股盈利72美先 比市場預期少兩美先 營業收入升3.6%到29億6千萬美元 比預期多3千萬美元 美國旅業將今年扣除特殊項目經營現金利預測 由21億至22億美元 調高至大約24億美元 日經平均指數升79點 報21,441點 日本貿易表現超過市場預期 日本9月出口 按年增長大約1.4 市場原本預期會升1.5 當中對中國出口增長超過2.9 對美國出口增長1.1 期內入口按年升1.2 比市場預期的1.4 貿易順差大約6千7百億日元 多過市場預期 美元回價扭轉連續4個交易日的升勢 美匯指數在93水平偏遠 美國國負債券知識率上升 美元曾經受到支持 不過美國上個月 新屋動工量跌至一年以來最低 影響美元回跌 英國工資增長仍然慢過通貨膨脹 利率展望變得不明朗 英鎊受到影響 對美元曾經觸及6日以來最低 之後收服失地升至1.32水平 看美元的最新匯價 對日元112.92 英鎊1.3215 瑞士法郎0.9803 歐元1.101 加拿大元1.246 歐元0.7844 港元7.808 轉泰港元回價 日元6.9122 歐元9.2134 英鎊10.3191 瑞士法郎7.9608 加拿大元6.266 歐元6.127 新西蘭元5.583 每百港元兌84.75人民幣 金價年跌第三天 現貨金足及過幾星期以來最低 美國聯邦處備局下任主席職位 可能由政策立場比較英派的人選接任 繼續利膽金價 紐約期間以每盎司1283美元收市 是今月6日以來最低 跌3.2美元 梁敦黃金會安市 賣出價暴1281.300美元 東方日報報道 港人喜歡吃海鮮 當中海鰻屬於常見食材 我們珠海市近日接二年三 爆發吃海鰻之後中雪茄毒的個案 大多數出現腹痛、嘔吐等症狀 有情況嚴重的 更加需要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香港海鮮聯合總會估計 有關海鰻來自西沙群島 而本港也有來自同一產地的海鰻進口 醫生就說 雪茄毒往往中焦自己都不知道 而目前並沒有解藥 呼籲市民進食海魚的時候 需要多加留意 大公報報道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在今月11日宣布委任外籍人士方美岳 出任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總監 天情和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二十九度 吹和換北至東北風 風勢間中清靜 展望未來幾天天情乾燥 日夜溫生會較大 而下個星期初天氣少量 本港也有交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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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